质感温润精致便携 唤醒SJ199跟皮虫电动提取刀现已开售 走马查看情情 从华为P20 Pro用三射开始 华为就取得了拍照第一 到了今年P30 Pro 华为更是用前望结构加四射的设计 让DX4Mark的拍照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进步到112分的综合得分 这样的能力让人不得不佩服 华为P30 Pro也因为前望加四射的结构 成为上半年拍照最强的手机 但华为这个第一今年只当了不到5个月 就被三星Note10抢走了 三星Note10 Plus的5G版 公布了DX4Mark的相机评测得分 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的各项角线 均为世界第一最高分 最后得分113 险胜华为P30 Pro的112分 三星今年只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 就把华为拍照第一的宝座抢到了手上 目前摄像头得分 排名世界前三的手机分别是 三星Note10 Plus 5G版 华为P30 Pro 三星S10 Plus 5G版 其中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的是 三星S10和三星Note10的后置摄像规格 几乎一模一样 三星只是通过软件算法的调整 来提高成像质量 Note10的主摄像头规格 甚至比P30 Pro还稍差一些 三星手机的图像算法能力 依然极其强悍 但是连续两年都被华为手机 抢走了世界拍照第一的称号 逼得三星不得不拿出点实际成绩来 而且最可怕的是 三星只用了1200万像素 如果三星用的是华为的摄像头 优化起来 不知道分数会达到怎样的地步 好了 本期的每日直播报就到这里 根据委屈高端资讯就在智能界 欢迎大家去我们 观众的上众色频道 面非双新机会品 请按赞多多关注我们